想要跟你台灣最高峰嗎?基礎的認知不能少喔 大家好,我是喬魚,一起來了解玉山主峰和玉山西峰 我們用這個四大點,確認你都準備好了嗎? 印在千元鈔票上的玉山山形很狀況 它是布農族與州族的聖山 也是很多國內外山友會選擇的熱門登山路線 整個玉山群峰是以主峰為中心,放射狀的延伸出去 有非常多路線的選擇,海拔幾乎都在3000公尺以上 溫大寒帶的靈相變化,一年四季風景都不同 群山中有難度更高的山峰,譬如石郡之首的東峰 或是遠得要命的陸山 所以不要聽到的是屬於玉山群峰的其中一座 就以為走起來都跟這個祖峰,跟玉山西峰一樣簡單 跟祖峰和西峰要先記得抽籤,確認你的入園資格 入園許可證,核准之後也要記得再辦理陸山證 玉山祖峰的海拔是3952公尺 上升高度總共有1342公尺 它的路線表清楚的 在國家公園步道分級系統裡面是屬於第三級,算是初級的百月 在路線上的規劃會建議剩兩天 介紹一下路線,從第一天我們進入登山口之後 我們會先經過一處就比較布魯感很大的碎石坡 那接下來有0.5K大概都是走平路,也可以當橫生暖身 過了0.5K之後我們就會自己這幾天上坡一直上到1.7K的這個夢露亭 夢露亭的後面其實就有生態廁所了 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稍微做個短暫的休息 那如果再找下一間廁所,你可能就要到5K的這個白木林涼亭的地方 這個地方又稱為西風觀景海 這邊也有一個廁所,也是大家很喜歡在這裡休息的點 在6.7K的時候有會經過一個大橋壁 這邊路徑稍微比較狹窄,比較容易落實 我們要盡量少在那邊逗留,然後盡量快速的去通過 到了8.5K的排雲山莊,很好,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我們換個裝,然後我們可以去準備去玉山西風 那玉山西風的路線,它也是屬於比較狹窄一點的山 景的有些地方可能需要手腳併用 就是大家可能要小心,要保持重心的通過 那接下來也會有一些樹林它的這個路徑稍微不明顯的地方 就是你可能要隨時注意一下路徑 這段路來回折板的時間大約是3個小時 如果說你在下午1點之前就能夠抵達排雲山莊 你就會有比較足夠的時間可以去西風 如果超過了這個時間呢 就建議你考慮說時間太晚了不要去 或者說如果你今天光是從玉山太太家登山口啊 一直走到排雲山莊,包含你休息的時間 就超過6個小時以上的話 這代表一件事情就是可能這個行程對你來說 其實是有點吃力的 會建議你把這個體能保留起來 我們就可以準備在排雲山莊好好休息 準備隔天可以很早的出發去登頂玉山主峰這樣 第二天的行程玉山主峰通常是很早就出發了 當然也是慶狀 摸黑的時候我們就是要注意 經過這個玉山封口之後 風就會開始變得非常的大 然後那邊就是碎石坡 它會有鐵墊也可以扶 鐵墊會有點冰霧可以帶著手套去抓落 那這邊就要小心 因為它真的就是有一些崩塌一些斷來的地方 要小心通過看好你的路徑 那之後 當天其實你就可以下山之後 排雲稍微做個整裝 然後就可以沿著原路出到登山口 就完成我們的行程了 平常就要養成運動的習慣 才不會受到入圓許可證 才發現自己都沒有準備 然後要衝往上山 如果你要來這條路線呢 我會建議你最起碼要準備 要連續爬坡8個小時的體能 當然可以先從嬌山開始練習 先培養你的耐力還有上坡所需要的肌力 平常下班的時候 最好是能夠走走樓梯 或跑跑步 去鍛鍊你的基本的心肺能力 跟你的肌力這樣 在出發之前還是要做好天氣的功課 但是要注意的地方是說即使你出發是好天氣的 你要注意說在之前有沒有累積的雨量 如果這個累積的雨量有點多的話 可能要注意在山區落石的風險會增加 在封閉的地方 你是本來就不移去久留在那邊拍照的 然後再來比較特別的地方是說 在1月到3月的時候因為是雪季 這個玉山的路線其實是很容易結冰的 那一旦結冰了這個步道的難度 完全是跟原本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所以如果真的結冰的話 那你就需要雪地的裝備 你也需要這個雪地的攀登的技術 再去前往這地方會比較好 在高海拔的地區啊 因為這個氣溫比較低 那即使是在夏天的時候 你在山頂上它的氣溫其實也都只有個位數 那在這麼低溫的環境裡面 但偏偏我們都在運動 因為登山運動蠻會流汗 那這樣到底是要穿多還是穿少呢 這個我們會建議大家用這種洋蔥式的穿法 什麼叫洋蔥式 就是一層結一層 像我現在這個這一層是最內層 這個是排汗衣喔 那如果我會冷的話 我可以穿這個中間層 保暖層 這是中層 那有時候呢 譬如說沒有這麼冷 但是有風吹 其實還是會讓風吹效應 那我們就可能需要像這樣子的 防風防水或下雨的時候 防風防水的最外層 像這樣子洋蔥式的穿著 比較好去調節 那你在登玉山的前一兩週 會建議大家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高海拔的山 那會建議大家說 你可以先去河翻山啊 那種比較開車就可以方便抵達的高海拔的地方 去坐高度的適應去那邊走走路 健行一下 或者呢你在出發的前一天 其實也還是建議說 你可以先到一個海拔 超過2500公尺以上的小山去走一走 做一下運動做一下適應 你譬如說像是阿里山附近的小山啊 或是塔塔加德山口附近的 像是林子山這樣子的地方 配到你的身體有更好的高度適應 那有些譬如說你真的很害怕高山症 或你知道自己本身就比較容易有對高山有反應的話 那你可以先到一些特別的門診 例如像旅遊醫學門診去跟醫師拿藥 但是非常重要的是 一旦你有這個高山症的症狀 例如說頭暈耳心 甚至嘔吐啊 或是背部呼吸有雜音這樣 你唯一的辦法就是下策下策再下策 即使說我有藥 那你也不能說要絕對不能夠成為你岩木下策的理由喔 有許多人呢 有時候就單純的想要去挑戰這個台灣的第一高峰 但是平常卻沒有在登山喔 所以一下子你就讓你的身體到這麼高海拔的地方 然後偏偏可能又體力不支啊 就會增加這個高山症的風險 行進之間如果你有感覺到任何的不舒服 那其實一定要馬上跟你的領隊還有你的同伴說 這是絕對不能夠逞強的 你也不要以為說這些不舒服啊 可能只是感冒的症狀 在這種高山低癢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的呼吸可以配合你的步伐是最好的 我們要記得一件事情喔 因為剛開始從登山谷出發的時候都頻路啊 很多人覺得很急想要走快 這個時候要記得提醒自己放慢你的頻率 到出發的時候絕對不可以急 要讓你的身體先適應 那接著如果剛開始走上坡 因為覺得很喘你想停下來的時候告訴自己 這個時候呢反而不能停 你可以很慢很慢 就是腳步一步一步的像龜速這樣子走 但是盡量不要停下來 因為你每一次停下來你就會要重新啟動 其實對身體來講反而是更累的 因此同理的也就是你的休息時間的掌控非常重要 譬如說我們剛開始出發的時候 我們先半個小時然後休息一次 接下來就可以拉長到一個小時休息一次 但是要注意這個休息時間 絕對不可以讓身體冷下來 那你就變身體要重新熱肌 其實會反而讓自己覺得更疲累喔 那我們這邊裝備的地方要注意喔 因為我們即使是輕裝啊 還是有很多的急修裝備 是我們還是要帶在身上的啦 比如說像你自己 萬一你真的落單了 你真的迷路了 你因為天氣不好 快要失溫的時候啊 最起碼會有一些急用的裝備 例如說大垃圾袋啊 或急救盤這種 可以讓自己至少有一個遮風避雨的空間喔 避免讓自己陷入更危險的狀況 那或者像是你這些頭燈啊 那你的離線地圖這些 是一定也是要準備的 還有雨衣庫 那要記得大家 手機雖然都會有這個地圖 可是很多人會忘記下載離線地圖 那有時候山上收訊一步好 你就找不到你的地圖了 那這些詳細的裝備呢 你都可以去查詢 國家公園的裝備檢查表喔 然後最後提醒大家 你的入園許可證 可以用手機把它照下來備查 那路山正要記得投到警察小隊的信箱裡面 也要檢查自己的行錢準備 剛剛所說的所有事情 是不是都準備好了 你要真的有養成運動的習慣 在山上才有辦法更輕鬆地去欣賞這些風景啊 那在爬山的過程中 一定要隨時評估自己的狀況 不要覺得說 千萬不要覺得 喔好不容易中籤了 對不對 雖然是很不舒服 但是來一趟不容易 然後就硬撐這樣 絕對不可以有這種心態喔 如果真的不行 我們就下車 下次我們準備好了 隨時山隨時都在那邊等你喔 落實體能訓練 評估自身狀況 安全登山 平安回家 祝大家 與途愉快喔